而同样也在今天办理毕业典礼的光复商工 由于每班平均学生人数不到20位 堪称是小班制 使得班导师学生之间的情谊紧密连结 因此毕业典礼会上不少班导师泪眼婆娑的叮咛 让毕业生们感动以及很不舍 毕业生代表哽咽之谢 而班级导师还来不及致叮咛 就被毕业生以及花海层层包围拥抱 光复商工这一届毕业生与班导师离情依依 感动在座贵宾与学弟妹们 光复商工今年五个科别班总共有58位毕业生 符合毕业资格的有49位 由于每个班级人数平均不到20位 人数不多 也使得班导师学生之间的情谊紧密连结 毕业典礼上每位班导师不是眼眶饭泪 就是泪眼婆娑的叮咛 台下毕业生也流下感动与不舍的眼泪 未来的你们 因为一定要懂得给你们的两个字 字体还有态度 亲爱的303班的同学 告诉自己 尽快找出你生命中 你认为自己最重要的事情 然后勇敢地去接受 最重要的挑战 你们要坚强 气势风雨 你们都要认真的一步一脚步 这样 那好的态度会决定一切 好的态度会让人生走得更平坦 态度会让人生走得更平坦 这是老师不哭的原因 因为我知道你们的未来 还在等着你们 然后你们会有属于你们的公开岁月 毕业之后 我们要不断地提升自己的能力 让自己变成一个有能力的人 并且为我们的家人身边的人 带来幸福快乐跟欢笑 这是我对各位的祝福 今年广府山公毕业班学生就有 14位考取国立大学成绩亮眼 在校方用心栽培 以及学生努力下 不少毕业生也考取各类相关征照 交出多元教育发展的漂亮成绩 我们有14位 大概将近三成左右的孩子 已经考取国立大学 甚至是有一个孩子 考上两间国立大学 所以我们有全国技艺竞赛 优良的人员 还有得到一张一级 还有三张丙级的这些学生们 更重要的是 他们进行多元的发展 所以我们在足球方面 也得到了全国的奖项 那零零总总这些 都是我们学生的表现 以及老师用心的栽培 我们的孩子虽然不多 但是光复的孩子 可以在这里找到最好的自己 在光复商工找到最好的自己 与会的长官贵宾 也齐声祝福 每一位毕业生 昂首阔步 走出自己的一片天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